这个效果可能女生就比较在意 当然现在很多男生也很在意啊 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人上面就贴一个 脸上有痘痘的时候就贴一个 贴一个 真的看不到吗 肉色的还是看得到吗 哈哈哈 就一个小方块在那里啊 对不对 跟海绵宝宝一样是小方块啊 那这个呢我们在 Photoshop里面 Photoshop那个Intag 也都有类似的工具 他这里呢有一个叫做去除黑斑巴 好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款照片 所以这不是假的这是今天假的 但是呢重点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您看这边 也没有去除黑斑巴 来我把画面切过来一下好不好 这样你们再看 会比较 有神奇感 好 在这里去除黑斑巴 点了之后一样右手边就是他的大小 好 那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面还有个按钮被挡住 等下会有个按钮被挡住 好 你看好 我们一般这个 那个圈圈的话大概就跟8很一样大 越大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大的你可以稍微调小一点 好 但是要注意一下 他这个工具有个限制 必须要连续的才可以 我现在是不连续的 连续的就惨了破相了 对不对 哈哈哈 你就这里点一下 好 好 等下好 等一下 这个应该用8横 因为他有两种 有没有 换一个我帮你调记了是8横 我们这个适合8横 好 所以你要 记得你点到8横之后他有两个按钮或者挡住 你稍微拉下来一点有没有 好 我点他一下 开始处理 OK 搞定 这样有比你用打得比较近 所以 你如果觉得这个 大小大的一点 像我在这边 一样 点到他 开始处理 就解决了 对不对 事实上 有的人生 有的就会想说 那这样我的 这个怎么办 哈哈哈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用 不过这个用8横 效果不好 这个用黑斑 所以其实你不要太过局限在后面那个字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上面这里好了 上面这叫抬头纹 对不对 你怎么做 一样 你就把它涂一涂就好了 有没有 有差 如果涂过 不要按更新笔刷 如果你要再涂下去的话 好 那像这里我可以只做一边吗 做对照鼠 我们学校 可是很多同学都要做对照鼠吗 陆尾 更新笔刷 陆尾 像左右就知道 那个联名有差吗 对不对 事实上这种修容工具 我们在照相馆 有的人会把人家做 照相馆会帮你稍微修一下 有些比如说字不要那么明显 当然证件照是不行 但是就是一般的照片 你如果特别跟他讲 那你就是不满意 你就帮 他会帮你修一下 你要瘦身他也有 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效果还不错 所以你这样处理一下效果就 那刚好我们有看过内容感知 好 谢谢大家